梁郝議員 多謝主席 當然 我聽到李卓人議員問羅太的時候 羅太的答案是清楚的 就是現屆政府對現屆的官員問責 但問題就是我不知道下屆的官員 如果又是曾俊華做回那個 果然是 當然現在是不知道 如果果然是曾俊華做回那個財政司司長 而陳家強又做了局長 即是原來的配搭 這樣就會產生問題 因為 你是沒有透過新政府的成立 將一些不清晰的官員拿走 當然我不敢教你怎麼早班 但這個就是這樣 第二其實我昨天問你那個問題 就是說 在這個香港的法例的適宜 財政司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那個職權的重疊 是一個關鍵 因為 局長就根據指定的法例 就是去行使司長的權力 這是通過一指的特首的聲明去做的 不是用法例的 沒有法例 就沒有得問責了 因為當日我在雷馬那裡問 林志剛和曾俊華的時候 他差不多單一單隻眼 你自己回去看 看這個法例 即是他空有成竹 即其實不是我 是局長這樣 喏 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應該理順了他的 如果不是 你答 當然你今天可以說 就是我不評論今屆的 即現屆的政府的運作 如何問責 但如果你用上屆的人 你覺得 你不去問那些人責 是不是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還大事輕格 所以這個關鍵就是 財政司副司長的人選 財政司司長表面上 就是分管兩個局 在財政司司長屬下的五個局 他分管兩個局 但我昨天問你的時候 就是當財政司司長恩事出決 或者暫時不能履行政務的時候 你說了的 由財政司副司長的總攬選局 這個才是關鍵 那如果在法律上面 即法律上面 財政司副司長暫時都沒有 根據香港的法例 是有這個 在他的職級裡面有權力的話 將來他要行這個權力的時候 他如何結管局長 因為 現在根據現在的法例 局長已經是 根據一定的條例 是履行了 財政司長的權力了 那又如何拿回他的權力呢 這個真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雷曼的事情是幾天之後 幾天之後就發生了 所以我始終都是 如果你現在回答不了不要緊 你再反對吧 梁議員 用文件回答 主席 你說你有1萬個 我說有1萬個 你就拿來吧 我就覺得石禮謙議員 應該做科技局局長 因為現在最新的鞋油是毛色的 就是你擦到哪隻鞋子裡都拿 以前就是黑色一擦到啡色那裡就不行了 那你是科技局局長 一擦下去 就是厲害 石禮謙議員 不知道知不知道知不知中國文化 你是奉道 回去查字典 那我就認為 其實大家爭辯 我覺得財政司司長 直接去管房屋規劃 地政局 有一定的道理 但問題就是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今年是 稅收是多過賣地的收入 開始第一次 有一個逆轉 但我們不知道 到這種勢頭是不是會繼續這樣 如果 當我們的稅收開始下降的時候 如果我們又不加稅的話 當然有一個問題就是 政費何來 因為我們不能夠赤字 《基本法》說了 就是不能夠赤字 有赤字的時候 理論上是會 對於《基本法》的條文 有一些影響 有些好像不相符 而且那個 我們支出又要跟那個經濟的增長 是相適應的 如果這樣的時候 如果財政司司長 直接管房屋規劃 地政局的話 在賣地上真的有一個問題 如果當那個 這個 我們的稅收 收入不如理想的時候 要透過大量買地去套現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 當然是 不是很理想的安排 其實我覺得 所有的房屋政策的 得正就是政府有一個建屋計劃 它是不會理市場的 它是 首先供應了大量的房屋 你會自動換房屋 這個就是以前的做法 現在 是不是用計劃經濟做到呢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梁振英 那個想法 沒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那個問題 他沒有考慮到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直接用財政司去管的時候 他自己的政策 是要負責的 所以他會跟政務司司長 他的意見是相助 因為政務司司長 就是要解決 住屋的問題 我認為是 因為我認為應該 我自己認為是官司 現在 不是的時候 我覺得角色重疊是不可能的